福利乡公所在4月8号举办了111年防汛长险演习 公所表示防汛演习目的为加强防救灾害紧急应变措施 而同时强化过去既有的防汛经验 以及熟练的防汛抢险技术 其实各个相关单位防救灾害措施联合运作 在灾害发生时能够将伤害减到最低 福利乡公所在4月8号举办111年的防汛抢险演习 福利以及东里消防分队出动警易销 配合演练低索救助 紧急救护操作 空拍机等操作演练 并且落实现场民众灾情查报以及防汛等宣导 受困在河床沙洲的前景 过程当中消防人员利用了七一器材救助车 并将一名受困民众顺利脱困 演练过程精彩完本 请户履分助手地底派远前往独点车区 节度独点增长进行强制撤离作业 务必确保经历安全 户履分助手收到 机客派遣警车一步 远警两名前往处理 公所表示防汛演习目的为了是要加强防灾灾害紧急应变的措施 同时强化过去既有的防汛经验以及熟练防汛抢险技术 即使各相关单位防救灾害措施联合运作 在灾害发生的时候能够将损害降到最低 记者高商双不离乡采访报道